不扎实态度端正的人 会赢得他人的尊重或敬佩 相反两方面哪怕有一个不到位 对于需要全身心投入表演的艺人来说 都是致命的bug 韩慧珍收获一致好评的同时 中韩两地针对一名idol的工作表现 也给出了比较一致的评价 全招尼在这一代idol中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三国混血13岁出演过的7MV 同年参演韩音史关影人次第四的大片 国际市场 14岁参与JYP设内出道秀节目16 收获大量人气 最终与twice十之交臂 15岁出演produce101掌握冠军 以限定组合ioicenter的身份出道并活动一年 是韩与时尚第一个名选idol天团 16岁成为两档综艺的固定嘉宾 17岁与JYP解约后 跳槽至YG旗下子场牌The Black Label 18岁正式solo出道 在此之前 以涉猎影歌踪两度出道 全招尼这六年浓缩了很多练习生 甚至idol求之不得的经历 从一个大厂到另一个大厂 她为自己争取到了成为solo女idol的机会 一度也因惯性重度拖延症 而让大众质疑 YG会不会像JYP一样 消耗她的青春和人气 6月13日 全招尼终于向期待已久的大众 交出了答卷 出道曲Birthday的MV无可挑剔 歌曲有态度也具流行度 造型亮眼 剧情和整体基调 也和全招尼的大众人设完美贴合 但到了对于当下Kpop idol 最重要的表演舞台 却有些一言难尽 Showcase当天 全招尼没能在现场表演歌曲 给出的解释是编舞扔在调整中 这在韩国歌手及idol的Showcase 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之后的打歌舞台 朱寒吃瓜给出了 直接了当的标本对比 脱离了101宽环的全招尼 曾令无数人为其打抱不平的全招尼 舞蹈力度精确度 曾极其出众的面部表现力 不服从前 101时的灵气低人再也不见 除了身形和样貌不变 一站上舞台 双眼就亮闪闪 充满了朝气和热情的全招尼去了哪里 这位up主总结的要点 本呼几乎完全赞同 除了那句 跳舞力度还不如伴舞 坦白讲 现一女idol单论舞蹈水平 能与伴舞接近的 一只手数得过来 水平高于舞群的不超过两名 这方面咱就不苛刻了 当你喜爱一个人 总能找出千百种理由或借口来解释他的行为 于是有粉丝说 出道出舞舞蹈不熟悉 那么来看十天后的舞台 不考虑力度差异 参照伴舞 动作有到位吗 有粉丝说 抓镜头和表现力是因为太久没有上舞台 有些伤数 那么来看金炫哑出solo时的表现 当时炫哑19岁0一个月 全招妮现在18岁0三个月 年龄相差无几 有粉丝说 不同公司的歌曲和表演风格要求不同 那么我们来看 前司同代女团一级与全招妮经历 年龄都近似的李采玲直拍 舞蹈力度是这样的 相公孙且同一制作人兼顾的Ginni 舞蹈表现是这样的 再来看全招妮的直拍 有粉丝说 和女团成员及前辈对比不公平 solo有solo的标准 那么来看爱我爱的队友 惊奇夏的solo舞台 同样被舞群包围 你的目光会从惊奇夏身上转移吗 而全招妮的舞台做到了 某场打歌后 哈梅出了一篇新闻题为 somi背后面为伴舞妹子是谁 主人公本该是你啊你 却让背景人物吸引了媒体的目光 众所周知 男女团是拉拉队相应下的产物 你不行还有队友 及团队协同补足 而成为solo你不行就是不行 那是全方位的垮塌 镜头不仅会拉宽面部和身形 扁平化五官 还会吃掉舞蹈力度和肢体 表情表现 因此那些在镜头里看起来略绵软的idol 实际表演可能已使尽全力 而那些镜头里就力道十足的idol 实际现场直观粗暴的形容就是 躲穿地板的力度 蹬裂镜头的精气神 同时在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敢松懈 永远在状态中 并随着歌曲的行径和镜头的调度 展现多层次的细腻表演 舞台表现出众的idol 几秒动作几个镜头 功力尽限 与自身站位甚至是否在单人part的无关 聊到这个程度 可能还会有粉丝说 舞蹈动作一直在改 没有预留足够的熟悉和练习的时间 对此本乎只有三个字 改舞蹈甚至改唱段 对于idol来说并不少见 短时上手毫无修改痕迹 是职业标准的一种体现 譬如RV7月7日 Ice Green Cake Gifran 风之歌 Twist TT Easy Dalla Dalla 惊情下 Why Don't You Know 君在打歌后修改了编舞 而上时的I Good Boy更精彩 打歌期有时唱跳整首 有时会拿掉其中一段 因此而失手过吗 没有 因为既然吃这碗饭 就要具备相应的能力 备受韩饭圈追捧的黄怪论 可以再次CB了 与团体相比 对单人业务水平要求更高的solo 不是人气好就值得solo 不是客骨努力 态度端正就值得solo 是做的好 足以成为舞台的中心 正常吸睛 才能够具备solo的资格 起码要达到所处行业的标准水平 除了核心铁粉外 你的表现要对得起 激数更大的普通观众 天赋和汗水缺一不可 用脸跳舞 对不起 还是考虑别的形式吧 此处对视不对人 半指KPOP 欲发向全视觉化表现侧重的当下 属于基本功把心思全花在下作表情 让努力只停留在口头表决心阶段的所有爱豆 当然 有一说一 全招仪被舞裙吃掉 造型团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么服装款式和伴舞过于接近 要么服装颜色 无法从舞裙中出挑 类似款加浑身上下同色系 哪怕一个亮色的点缀都没有 可欧币怕不是在玩找茬上瘾 当然 凡事总有例外 在地板和背景色不善友好的情况下 仍敢于和伴舞同色近四款 甚至同款的solo不是没有 说到底 外在皆为道具 你自己才是磁场本场 改变整体液态的101催生了无数solo 准备solo即奔着solo而去的人 似乎将原本idol界的高领之花 solo拉下了神坛 人际和折现力果然重要 其引力相当于第一把钥匙 恭喜正式进入战场 不会有战友也没有护具 但却必须过关斩将 赢得所有的胜利